接下來我們來看重點2 二零一次方程式跟這個直線的關係 那我們說呢 任何一條直線方程式呢 都可以把它畫成 這一個啊 一般是 X加VY加C等於0的形式 那當然這個地方 ABC都是時數 而且 A跟B不同時為0 所以呢 這個呢 直線方程式呢 就是一個二元 一次方程式 那二元一次方程式呢 AX加VY加C等於0的圖形 也是一條直線 那其中呢 這個AX加VY加C等於0 B不可以等於0 那 這個呢 它的這個斜率呢 是負的B分子A 那B等於0 它就是千直線 那我們看一下底下兩個小例子 比如說第一個 直線L1 3X-2Y-6等於0 那它的斜率呢 M1就是等於負的 負的這個B分子A 負的B分子A 負的B分子A 所以是2分子3 那怎麼樣把這條直線畫出來呢 我們就取 X等於0的時候呢 X等於28連結起來 好 所以呢 這一個呢 就是這一個 這條這個直線呢 3X-2Y-6等於0 也就是說是這一個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就是一條直線 那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條 好 那這個呢 左下右上的這個直線呢 斜率是正的 好 這個在第一側也提過 好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例子 L2是2X加Y加4等於0 所以它的斜率呢 是負的這個B分子A 所以負的1分子2呢 就是負2 所以斜率是負的時候呢 它會左上右下 好 那左邊這個斜率是正的 是左下右上 好 那一樣 當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4 Y等於0的時候 X等於2 把連結起來 那就是這條直線的這個圖形 以上呢 是重點2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看老師講解3 他要我們求這條直線呢 X-2Y加10等於0的這個斜率 而且要畫出它的圖形 好 那像這種一般式呢 這個好 AX加BY 好 加C等於0的斜率呢 就是等於這個負的B分子A 好 那現在呢 A是等於1 B是等於負2 我們把它帶進來 好 就會等於這個1分子2 好 那接下來我們怎麼樣畫它的圖呢 我們就挑啊 這個最好計算的兩個點 第一個點是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5 第二點是Y等於0的時候X等於負10 好 就是說取這個結句啊 的這個點 好 所以呢 表示它通過05級負10 我們就在圖上把它標出來 然後把它連結起來 好 那現在因為斜率是正的 我們剛剛在重點2有提到 斜率是正的話呢 好 是左下 右上 這一個直線 好 好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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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